1989年的1月5日上午 一辆急速飞驰的汽车出现在了日本东京都江东区海滨公园 随着一声紧急的刹车声响 车子像是撞到了一堵看不见的墙上 猛然停了下来 地面上留下了两道长长的刹车痕迹 汽车的排气管像是刚运动完的老大爷的嗓子眼 不停地喘着粗气 很快车上下来了几个人 他们迅速打开后备箱 不知道谁小声叫了句快 几个人连忙从后备箱里抬出一个大油桶 没走几步 其中一人亮枪的差点摔了一跤 油桶从手上滑落了下来 滚进了旁边的树丛中 就这样吧 快走 而后几人迅速回到车中 汽车以蛇行方式行进了一段路后 快速变为直线行驶 滚滚的灰尘落下后 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个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油桶 很快引起了路过游客的好奇 游客仔细打量后 发现这个油桶被人用水泥封住了 游客通过没有完全封死的缝隙 往内张望 一个貌似人类身体的东西 映入眼中 游客倒吸了一口凉气 急忙去不远的电话亭 报了警 警方到达现场后 第一时间确认了油桶内的可疑物体 是一具青年女性的尸体 通过法医的检验 死者生前曾遭受长期的虐待 强奸 殴打 身上有多处心伤救患 警方比对最近的失踪人口 很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是17岁的女高中生 古田顺子 从失踪到被发现 已经持续了41天 根据死者家属的口供 在顺子消失的这段时间 顺子曾多次打过电话回家 告知父母自己在外面游玩 让父母放心 因此父母也没有生疑 而依据验尸官 对尸体表面伤痕的形成时间 结合顺子打电话回来的时间判断 那个时间段 顺子已经遭受了虐待 殴打 换言之 这几通报平安的电话 是顺子在被逼迫的情况下打的 警方排查了顺子失踪当天 最后见到顺子的人 有目击者表示 最后见到顺子的时候 是看见顺子和一名推着脚踏车的男性离开的 而后 再也没有人见过顺子 警方推测 从这个时间开始 顺子已经被完全的禁锢了起来 另外 警方调出通讯公司的通话记录 发现顺子给家里报平安时 使用的号码是同一个地点播出的 很快 警方便锁定了信号源所在的一栋二层小楼 这栋二层小楼的男住户 因为在外地出差 不在家 家中只剩下女户主 及她的两个儿子 凑身智和她的哥哥 警方调查房屋的时候 在其中一个房间内 找到了部分女性的衣物 及凝固的血迹 在与死者的信息比对后 发现此处 正是囚禁顺子的地点 警方依法逮捕了三人 根据对三人的笔录 警方得知 凑身智的母亲 没有参与囚禁顺子的事件中 但是她知道 顺子被囚禁在自己家的事实 由于惧怕自己孩子报复 所以不敢出声 一直默认了他们的行为 而通过凑身智的口供得知 除此二人外 该案件的行凶者 还有五人 有记录者 七人 实际参与侵害的人数 多达十人 其中 公野御史 小苍让 凑身智 渡边宫史 四人为主犯 而讽刺的是 此时的主犯 公野御史 小苍让 因为另外一起侵害案件 正在另外一处拘留所 被调查 这个案件的犯人 全都是未成年人 犯罪事件恶劣 并且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 长期对受害人进行监禁 更令人心寒的是 案发地点是在高级住宅区 当时周围有人注意到少女被监禁 但是没有人去救她 这个案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上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警方在对七人的调查后 还原了这起案件的整个经过 1988年11月25日晚上 公野御史和凑身智 一起骑着摩托车 在祁域县三乡室内徘徊 打算抢劫路人的包 甚至有意强奸年轻女性 在游荡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骑着自行车 打工回家的女高中生 那名女生在县立八朝南高中就读 是高三女生 古田顺子 公野御史指使凑身智 去踹翻她 凑身智听到她的话 开摩托车接近顺子 抬起左脚 踹在了女生的右腰上 顺子失去平衡 连人带车地翻到了侧沟里 凑身智 驾车离开了现场 公野御史 装作不认识那个人的样子 接近顺子 和她搭话 你没事吧 并将女生拉起来 说 刚才我就注意到 那个踢你的人了 我也被她用刀威胁了 现在很危险 我送你回家吧 顺子相信了她的话 被她带到了附近的仓库里 公野一改刚才的面目 对少女说 其实我是刚才踢你的人的同伙 是盯上你的黑道 我就是里边的干部 听我的话 你才能保命 然后要求 与那名女生发生关系 并威胁她 如果大叫的话 就杀了你 然后在当天晚上 九点五十分左右 她带着那名女生 乘坐出租车 到了一家酒店 并实施了强奸 凑身智的家 是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的地方 当天晚上十一点左右 公野御史打电话到凑身智家 当时小苍让和渡边公使 也在凑身智家 公野御史对小苍让说 我抓住了个女人 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 小苍听到后 便对公野说 不要放走那个女人 公野和小苍让凑身智 渡边公使一起在约定的地点碰头 见面后 公野对他们说 我威胁那个女生 说我们是黑帮 大家记得不要穿帮了 凌晨三十分 四人带着那名女子 穿过公园时 公野以买果汁为由 和小苍走到自动售货机附近 公野问小苍 那个女人怎么办 小苍回答 不如我们把她关着吧 当时凑身智的父亲 去出差了 家中只有母亲 和凑身智的哥哥 凑身智同意了公野 和小苍的提议 将少女监禁在自己家中 渡边公使 也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公野对少女撒谎 并威胁他说 你已经被黑帮盯上了 我们的同伙 现在在你家门外游荡 所以要把你藏起来 四人把少女带到凑身智家的二楼 从那天起 直到少女被杀害 她就一直被囚禁在这里 古田顺子 被带到凑身智家之后 四人轮流监视顺子 当月二十八日深夜 这四人和另外两名不良少年 中村高次和一元 一起聚到凑身智家中 那时 公野御史想让同伴们一起轮肩那名少女 于是给小苍让 中村高次和一元三人 轮流和兴奋计 他们把少女的衣服都脱光了 并且 公野御史也要求其他人 也脱光衣服 除了公野和小苍之外 其他人都脱光了衣服 拼命抵抗的少女 被摁住手脚 以中村高次 一元和渡边这个顺序 轮流对少女实施强奸 在那时候 公野御史拿出剃刀 将少女的体毛剃掉 并且在她的下体 插上了火柴点燃 对她实施凌辱 看到少女被火烧的样子 其他人都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们怕吵醒楼下的母亲 就用枕头盖住顺子的脸 让她不能发生 11月30日下午9点左右 凑身智的母亲 第一次看见顺子 她对凑身智说 快点让她回家吧 但是一个星期后 她发现顺子还在家里 她直接对顺子说 你快回家 顺子有了偷跑的机会 但顺子离开不久后 就被其中一名少年发现 强行抓回 最后被害人 还是没能回家 并且 他们强迫顺子 打电话回家 让她撒谎 我离家出走了 希望你们向警方 取消寻人启示 而且 他们不止一次 而是每五天 就让顺子 打三个电话回家 让顺子的父母 以为她是离家出走 12月初 顺子趁囚禁者们 睡觉的时候 偷偷从二楼下来 想要拨打报警电话 但不幸的是 被在附近睡觉的 公野御史发现 在警察 正要询问的时候 公野御史 抢过电话回答 没事是误会 公野和小苍 因为这件事 对顺子 进行疯狂的虐待 不仅对他拳脚相加 公野还用打火机 在女生的脚踝点火 使他烧伤 还强迫顺子 喝天拿水 威士忌和烧酒等 公野御史 在殴打顺子的时候 唱着五田铁诗 应援中的加油 加油的歌词 并且还要求顺子 一起唱 有时候 他们什么也不做的时候 也要求顺子 小声地唱 加油 加油 顺子 被折磨得晕了过去 他们便将他的头 按进冰冷的水里 看着他被冻醒 在快要窒息时 身体颤抖 手脚挣扎的样子 一群人便开心地 哈哈大笑 如此几日 不分昼夜地 淋虐着顺子 不仅这样 他们还对顺子的心灵 进行摧残 十二月五日 东京的东中野车站内 发生电车追尾事故 公野御史 对顺子说 你父亲当时 也在那辆电车上 现在死了 电视上还报道了 你要看吗 他看到顺子 不安的表情 就问他 你现在心情怎样 顺子回答 很伤心 公野说 其实是骗你的 然后 公野御史 小苍让 凑身至三人 不停地重复 死了 还活着 让顺子 心里崩溃 十二月十日 顺子开始说 我想回家 公野御史问他 你回到家 怎么和你妈妈解释 顺子回答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心素玩 公野说 你穿着学生的衣服 能在心素 玩这么久吗 说完 又开始殴打他 并且 在之前烧伤的地方 涂上打火机的油 不停地点燃 熄灭 之后 公野御史 不时地和其他的 不良少年 要求少女 全裸地跳迪斯科舞曲 有时 让他自卫 并且 会用马克笔 在少女的脸上 画胡子 会用铁棍 不停地抽打他 他们不断对少女 进行凌辱 犯下不可饶恕的暴行 同月的中旬到下旬 小苍让和凑身制借口 踩到顺子的尿液 多次殴打顺子 他们看到顺子 因殴打而变形 浮肿的脸 开始嘲笑 他们殴打顺子时 公野御史 并不在场 第二天 凑身制 对公野御史说 这个 真的很有趣 你一定要看一下 公野 看到顺子的脸 也感到很惊讶 这导致 他也开始 殴打顺子 并且 他还在顺子的大腿 手等部位 倒上油 并不断地 用打火机点燃 顺子的身上 到处都是烧伤 这个时候 顺子已经受不了 他们残酷的虐待 他哀求他们 快杀了自己 这个月下旬开始 公野御史他们 主要是让凑身制的哥哥 来监视顺子 凑身制的哥哥 只给顺子很少的食物 在年末的时候 只给他了一点点牛奶 顺子因为营养不良 还有公野御史 他们的虐待 心身已经陷入 极度衰竭状态 没有食欲 面部浮肿 手脚因为烫伤 得不到及时医治 而溃烂 甚至连去楼下上洗手间 都很困难 他只能终日躺在 被囚禁的地方 凑身制的房间中 1989年1月4日 公野御史打了通宵的麻将 一直输钱 之后他去了渡边宫史家 小苍绕凑身制两人 也刚好在场 四人打算去家庭游戏机 使玩 但是因为打麻将输了 公野御史想去欺负顺子 来泄愤 他对其他三人说 好久没去欺负一下顺子了 要不我们一起吧 凑身制和渡边宫史 首先到凑身制的家里去 随后公野御史和小苍绕 也到了 就像上面所说的一样 这时候 顺子已经陷入了 极度衰弱的状态 公野御史 小苍绕凑身制三人 早上八点左右 在凑身制的房间里 小苍绕把杨庚 递给顺子 问他 这是什么 顺子回答 小苍绕 杨庚 他们质问顺子 为什么要直呼 小苍绕的名字 在日本 称呼人一定要加先生 表示尊重 顺子又说 小苍绕 杨庚先生 他们又质问顺子 为什么要给杨庚 加尊称 以此为由 他们又对顺子 拳脚相向 对于这些行为 顺子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任由他们摆布 这次他们在虐待顺子时 杜鞭公使和凑身制的哥哥 在隔壁房间 公也御史 让凑身制把杜鞭叫过来 四个人聚在一起 接下来 小苍绕和凑身制 用脚踢顺子的脸 顺子倒下了 他们强行把他拉起来 继续殴打他 顺子已经放弃挣扎 任由他们殴打 由于不小心 撞到房间里的音响 他开始抽搐 惊乱 公也御史 他们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 如果继续虐待 他可能真的会死 但是 虽然知道继续殴打顺子 他会死 可还是让小苍让和凑身制 继续对顺子 拳打脚踢 并且对他 做出了下文所说的暴行 导致顺子的血 从烧伤的地方 喷溅出来 整个房间 都是顺子的血 渡边宫时 想到如果徒手殴打的话 血会弄伤自己的手 他就用塑料袋 包住手 用拳头 爆打顺子的腹部 和肩膀等部位 公也御史 他们也模仿他 用塑料袋 包住自己的拳头 对顺子的脸 腹部 大腿 等地方 全打脚踢 更过分的是 公也御史 拿出了一个 重1.74千克的 签球 用力 击打顺子的大腿 小苍让他们三人 也学着公也 轮流用这个签球 击打了几十下 渡边 将签球 举到与尖一样高的地方 将签球砸到顺子的腹部 公也御史 还不断将挥发性的油 涂在顺子的大腿上 用打火机点燃 虽然顺子 一开始想用手 扑灭火 但是最后他还是 没能做出任何反应 静静地 躺在地上 他们的暴行 从当天上午八点 一直持续到十点 在这长达两个小时的暴行下 顺子 因为重伤 在同日晚上十点左右死亡 尽管这样 他们仍用录音带的词条 捆住了顺子的双脚 防止顺子苏醒后逃脱 然后 一群人出去 洗了三温暖 公也御史 小苍让 凑身至 五天后 在暴力集团经营的花房中 接到了凑身至哥哥的电话 那个女孩的情况不对 你们赶快过来看看 当他们赶过去的时候 才知道 少女已经死了 他们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 所以打算让凑身至的哥哥 和他们一起抛尸 他们将尸体 用毛巾包起来 放到大型旅行袋中 用胶带封住 公也 事先从自己工作的地方 借来了一辆卡车 还有一些水泥 从附近的建材店 偷来了一些沙子 和混凝土块 将尸体 和从附近拿到的金属大桶 搬到凑身至的屋前 几人 将搅拌好的混凝土 和装尸体的袋子 放进大桶里 还放入水泥块 进行固定 并将黑色的塑料垃圾袋 盖在上面 用胶带封住 工也遇时 小苍让 凑身至三人 在当天下午八点左右 用卡车 将大桶搬到东京 都江东区 弱州的垃圾场 就是现在 弱州的海滨公园内 那段时间 工也遇时 在找当时 很有人气的 张渊刚主演的电视剧 《蜻蜓的录像带》 这是因为 顺子被绑架的当天 他赶着 从工地的地方回家 就是为了看 蜻蜓的最后一集 但是因为监禁 他一直 没能看到最后一集 他多次提到这个 所以 工也打算把这个录像 一起装进去 这是工也遇时 唯一展现出来的人性的一面 但是 对此工也的解释是 与其说 可怜他 其实 是我不想被怨恨 被监禁的女高中生 凑身至的母亲 是知道她的存在的 而且 他们还曾经一起在一楼吃饭 那个时候 他催促女生 快点回家 虽然顺子 短暂地离开过那里 但是 还是被其中一个少年 抓回来 继续监禁 同年3月29日 其中一个少年 因为其他事件被捕 警方才知道了这个过程 本案 本案本应由少年法庭审理 但因为此案涉及人数众多 性质特别恶劣 因此此案的审理 直接被移交给了 东京地方法院 1989年7月31日 四人 在东京地方法院 首次接受公审 四人 以妨碍自由 妨碍性自主 非法监禁 杀人 尸体遗弃罪 遭到起诉 庭审过程中 四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但辩方律师主张 四人是过失致死 而非谋杀 四人也极力改口 表示自己并非故意杀人 另 根据四人的未成年身份 辩方律师主张 法院对四人轻判 检方则表示 此案件对社会 造成了极大的恶劣影响 对受害者及家人 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 不应当凭借 四人未成年的身份 而逃避罪责 检方主张 以成年犯罪 接受同样的惩罚 因少年法的保护 法院仍以此作为参考标准 采纳了辩方律师的建议 1990年7月20日 东京地方裁判所 刑事四部判决 主犯公野御史 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小仓让被判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提供监禁场所的凑身制 被判处四年以上 六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渡边宫史被认为 在四人中案件关联性最小 被判处三年以上 四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检方及受害者家人认为 判罚过清 随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 1991年7月12日 东京高等法院 柳赖龙次法官 同意了检方的主张 推翻了一审判决 有关公野御史 凑身制渡边宫史的判决 分别改判 公野御史有期徒刑 二十年 凑身制有期徒刑 五年以上 九年以下 渡边宫史 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 小仓让维持原判 其他三个与案件相关的少年 被送至少年院 渡边宫史出狱后 整天待在家里 小仓让在宝市出狱后 改了姓 但在2004年 他又涉案一起 监禁制伤案件 而且还威胁受害人 没有反省的样子 再次被逮捕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公野御史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 被提前释放 2013年1月 公野御史 因为汇款欺诈 被逮捕 但在没能查明 诈骗集团的情况下 1月31日 起诉不成立 而被释放 之后 公野御史的去向不明 一起案件的发生 对受害者 及其家人 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 除了严惩类似的 恶性犯罪 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否该思考 产生犯罪动机的 背后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 防范的重要性 远大于惩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